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會發現中國人要剪的話都不用嘴巴講 不用手寫 寫完把紙燒掉 這保密到假的 你嘴巴一講說不定外面聽到了趕快去請不糟糕 他在桌上寫 臥龍奉楚 然後用嘴巴講這兩個你請到一個包你安天下 從現在開始養成習慣不要緊的話講大聲一點 要緊的話最好不講 總共了不起的地方在這裡 歷代都有孔明 老天不會偏愛哪一個朝代 我們所缺的是留悲 不虛心 情報不靈光 你看連劉備都不知道有這樣好的人都不知道 他是因為逃爛 搞到很難被的 人家在指點他一下 不是他認為他已經很行了 一個人最好想想看 關公在我這裡 我還打不出天下來 那我不是太委屈關公了嗎 43歲的時候 劉備死了 你會發現劉備死了跟劉備活的時候 那對孔明的影響太大 太大 孔明死了 阿斗繼任 只有17歲 他是個小孩子 而且他這個小孩子 是沒有磨念的 因為什麼太寶貝的 那劉備很少帶在身邊 一個企業家 如果把他的小孩 經常帶在身邊 叫這個叫那個 這個小孩將來 繼承他的時候 他是比較有把握的 這個小孩子很寶貴 把他送到美國去讀書 學位越高回來 又搞垮你的企業又快 因為他沒有磨念 但是 劉備脫孤的時候 也是脫兩個人 各位好好去想想看 為什麼要脫兩個人 你去脫給孔明就好了 不 李妍 李妍本來是個很好的人 劉備才會選中他 可是他因為他一脫過以後 你看我跟孔明是同等地位 然後孔明那麼有名氣 我就沒有 他就開始造出很多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這是行事所然 行事所必 我這裡講一句非常要緊的話 天底下沒有壞人 哪裡有壞人 只有愚蠢的人 什麼叫愚蠢的人 就是他選擇錯誤嘛 人生就是不斷地選擇 你選擇對的 你就變好人了 你選擇錯了 你一定是壞人 這好人壞人是你自己選擇的 我們不要說天下有壞人 天下有壞人 老天爺把人生出來 每個人都是好人 哪個是壞人 這時候南中就叛變了 因為劉備一死嘛 大家就開始爭了 那孔明怎麼辦 孔明先把四川搞好 再去打猛火 不是救火隊啊 哪裡有火去救 哪裡哪裡有火救 哪裡天天亡你救火 那你還做什麼事 你不要做事 所以要改名叫做中央救火隊 然後地方救火隊 那根本不是施政機構 48歲 他才開始被罰 前後六年 六處其山 好像打一次兩次就已經沒氣了 還有勁嗎 不折不饒 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為什麼 這才值得我們去想 你要形容孔明這種精神 只有用四個字 這四個字現在是找不到的 叫做自信自勤 完全出負自己 非常濃厚的 對這個時代的一個使命感 他知道只要他不做 這個正統就不見了 你看孔明死後 以後我們三個原因不看 很多人看看 看他死了孔明死了 後面遇到的事情 他根本不管了 我管你的 結果孔明死了 他就不看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覺 絕對不知道 所以我們對孔明死後那段歷史 其實我們很不感興趣 就好像我們看清朝的這個歷史 看前面我們很興趣 你看後面的 看誰不看 越看又生氣 那孔明死了還有什麼好看的 真統沒有了 搞了好久好久 宋朝才起來 但是宋明理學 不是盧家的真傳 因為過分重視理性 不是好現象 我想講到這裡一定有很多人 心有所感 我們應該 這是我們現在當前要做的 走出一條真正的 屬於我們自己的路 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他在五藏園 死了 他把死後的一切安排得非常的好 這才難 一個人生前事情料理的 死後事情我都不管了 王永慶最大的遺憾 就是沒有好好寫餘族 但是他到底有沒有餘族 我相信他是有的 這餘族是不是被收起來呢 我不知道 因為那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所要緊就是說 一個人生前安排得好 不算 死後不能出問題 你看諸葛亮死後沒有出問題 連誰要接宅相 一二個是誰 他一口氣指定兩個 然後再問他第三個 他不說話了 他心裡想阿斗都沒有了 還有第三個嗎 他不是所有都跟你安排得好好的 這是了不起 這不是知識啊 這是智慧 二十一世紀 要用東方的智慧 來善用西方的科技知識 這是我們唯一要走的路 我們讀以前的東西 不是死背他的故事 不是死記他的年代 因為很多地民現在都已經變得太多了 我們要吸取他的經驗 記取他的教訓 然後走出當前要走的路來 孔明一生短短的五十四年 真正在舞台上 不過二十七年 印證了兩句話 一句話 天下的改變 是欺負一兩人之間 不是靠多數人 一個孔明左右了當時的天下 他沒有死亡大了不起的 但是他很感謝就是有個劉備做他的靠神 如果沒有劉備 他再能幹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感謝老闆 是感謝他提供我們表現的機會 不是提供他給我們薪水 不是不要搞錯了 現在人都是 你給我薪水我就感謝你 那這個人算什麼了 那錢的奴才 不是自己的主人 人要做自己的主人 誰給我合適的舞台 他能夠讓我把理想報復表現出來 我就感謝誰 第二句話 人生在短處 也很寶貴 道過來講 就說你要知道 我們生命是有限的 不能做無聊的事情 現在人最喜歡兩個字 叫做搞笑 就代表當代人 是完全沒有指望的 只有沒有指望人才會搞笑 你哪有時間去搞笑呢 辦正事都來不及的還搞笑 一般人呢 講領導 都好像講在機構裡面 團體裡面 公司裡面才叫領導 事實上領導是無所不在的 家裡領導的不好 你公司怎麼可能好 你看很多老闆就是家裡出了問題 然後搞了公司一團糟 家裡頭有派系 公司一定也分派系 那就等於什麼 內契跟宦官又來了 歷史永遠是重演的 只是名堂不一樣 职稱不同 現在有沒有太監 有啊 怎麼沒有太監 現在太監叫什麼职稱 叫總經理特別助理 那就叫太監 不可能沒有的 皇帝需要太監 老闆一定要有跟班 你沒有跟班的像什麼老闆 只有乞丐 希望單打獨鬥 因為第二個人又要分掉一半了 我才要到一百塊被你分掉五十 那糟糕了 乞丐永遠是一個人孤零零的 你要好好從這裡去體會 提會 家不能齊 你要談到什麼領導一個機構 那是很難的 諸葛亮他最了不起的 就是他知道他這輩子要做什麼 所以他就刻意找一個很醜的太太 一般人找太太都要找美的 找醜的 他就放出消息 我要找一個醜的太太 那醜的太太在哪裡呢 誰都知道 那個醜的女人家的爸爸最知道 所以他的岳障就自告奋養 聽說你要找一個醜太太 我女兒最醜 我介紹給你 你一答應我馬上送過來 免得你後悔 他就這麼一段 那個人叫做黃承彦 黃承彦也是很了不起的 是個民事 那你想看哪裡有人說要討一個醜太太呢 當然有配套 就是才得祭權 我這裡要講一句話 唯天下者不顧家 一個人要替天下的老百姓做事情 你是不能有後顧之憂的 你不能說我家沒有衛生紙 我哪公費買點衛生紙回家用 這不可以 你既然要唯天下 你就不應該把家當一回事 那家要交給誰 就交一個賢淚柱 就交一個賢淚柱 而賢淚柱啊 多半是不漂亮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女孩子從小就漂亮了 她這輩子就很難修成正果 對不對 她到幼稚園就被拐掉了 很漂亮 到小學就拉去唱歌 然後到高中就去當演員 真正漂亮的很少讀到大學畢業的 因為她讀不完就被拉走了 所以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做 俘虜 藏在醜人邊 女孩子長得醜 她的福氣就好 她就富貴鄉 這樣你才知道 官越大 旁邊那個人 經常越不好看 我沒有說她難看 我只說她不好看而已 對不對 那是必然的 這樣孔明如果娶了個很漂亮的太太 我看她就不能專心替老百姓服務 三兩頭要跑回家 那時候又沒有大哥大 有沒有發展性 所以只好常回家 常回家你還長什麼宰相 你看孔明下上以後 很少去問家事 左宗棠這點學得很像 她跟太太講 我要出去為國家做事 家裡所有事情你解決 人家送你不能收 沒有錢你自己看著辦 她就這樣走了 她就這樣走了 這種我們是真的要好好去體會 你看官公也好了 官公是把小孩生了以後 他才出來走天下 她不是說一邊出來然後再一邊想到家裡的事情 你沒有資格了 你做小事可以 為天下者 不顧家 所以當年劉邦逃亂的時候 人家把她小孩送到車上他們都退下去 她就糟糕天下的人 我是為天下做事 我沒有顧過私人 你身在我家有機會你當太子 沒有機會就死掉 誰叫你出生在我家 我想像這些邏輯啊 我想像這些邏輯啊 是現代人很少有的 孔明的弟弟 諸葛君 也是很有聰明才智的人 但是他 孔明當官的時候 他始終就是陪了大嫂 好好的把家庭生活搞好 他從來沒有擔任一官半職 沒有 是等到孔明死了以後 他才出來當官 我想孔明呢 他是說到做到 而不是很多人說得很好聽 做得完全不是那麼好事情 孔明結婚很久 大概因為忙於公事吧 所以一直沒有生小孩 沒有生小孩怎麼辦呢 到了45歲了還不能生的話 那就動腦筋了 他哥哥有兩個兒子 就跟他商量 你兩個吧 你留一個就好了 一個給我吧 我想這是中國人經常做的事情 那誰叫你那麼會生呢 給一個 那往往就是隔了一個以後 他自己就生了 這很奇怪 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反正生不出來的 你就去抱一個 那自己就生了 這老天考驗你 你抱了一個來以後 你生了你兒子 你會不會兩個同事好好看待 還是來了以後 生了就來的還給你家 或者把他 不當以為是 就是對你的考驗 但是呢 孔明的太太 始終沒有分 誰是他生的 誰不是他生的 後來也是老天安排 他這個羊子很快就死了 這都是老天安排 你看換成別家 我們就會懷疑 是不是把他毒死了 那孔明家我們不會這樣去懷疑他 孔明公根至極 不問世事 但是他的心呢 還是擺在天下 這就是標準的中文叫做 耕獨之家 中文一直講耕獨之家 就說我一方面耕田 耕田不用每天上班八小時的 所以我就有足夠的時間 我好好讀書 一句話講完了 就是每個人都應該用這個原則 來自己去奉行的 站在不當官的立場來當官 你才是個好官 站了非當官不可 不當官會死的立場來當官 絕對不是好官 他以不下傷的心態 何時的我才下傷 否則我寧可不下傷 這了不起 一個鄉下農夫 既沒有世大夫的身份 又沒有門弟 你看我們講世家世家 什麼叫世家 就是有勢力的家庭 他也沒有 年紀輕 資歷前 正義背景 根本就沒有 可是他 隆中策一出來 連劉備 那麼樣有經驗的人 都從心裡頭佩服他 這就是準備的工作 非常的到位 就是我們講的 基本功 非常扎實 他秉持孔子的主張 孔子本身也是這樣 有用處我就出來 沒有用處我就藏起來 我不在乎 你看孔子一輩子沒有當官 當然他有當官 但是最後都是不合而去的 我們虚拟一下 如果孔子當時當大官 很有表現怎麼樣 死後默默無聞 死後一定默默無聞 所以孔子打算盤打來打去 我寧可這個時候很挫折 我死了以後 當官可以當幾千年 這個看誰會算 你生前跟死後 你要黏起來想 不要只看到生前 死後更長 他教導子女是不遺以利 所以最後是一門忠贞 死而無憾 他的羊子 像他哥哥諸葛景 要來的叫諸葛乔 二十五歲的時候就病死了 他的長子諸葛章 還有斬孫諸葛 在孔明死後 鄧愛 從天而降 把成都打下來 他還暫死 那這樣孔明不是沒有後代嗎 有 他還有一個小兒子 當時很小 所以你聽了這個事情以後 你會覺得 有時候 年紀大一點 生個小兒子 是最好的辦法 對不對 如果年紀生 通通死掉了 他太小 如果你 孔明最小的兒子 敢不敢留在四川 敢不敢 不敢 他死定要殺他 留啊 一路留啊 留得好遠好遠 找到一個很小的很偏僻的地方 那個地方現在就叫諸葛村 一共有多少人 有四百多個人 所以大家不要急啊 只要留一個小孫子 你的子孫很快就有四百個人 很快啊 你留一大堆幹什麼 對不對 你看那個時候連鄧愛都肅然起敬 跪下來 像諸葛亮的後代 深深的叩頭 一門鐘烈 為什麼 為他的父親而死 不是為他自己而死 現在父子的感情呢 真的沒有像以前那麼濃厚 現在兒子動不動 就說爸爸 這是你的看法 我不是這樣看法的 你看最近有一個人跟我訴苦 說他小孩才讀國小五年級 哪一天就跟他講 爸爸 我的感覺跟你不一樣 他覺得很奇怪 你才說小五你就有感覺了 你就有感覺了 他說爸爸難道你沒有感覺嗎 他說我爸爸死了以後我才有感覺 我爸爸活著我哪裡有感覺的 有感覺就挨巴掌了 感覺 其實人那麼早有感覺幹什麼呢 那不自討苦吃嗎 你不成熟嗎 你什麼感覺呢 孔明最了不起的 就是被領導的領導藝術 其實值得我們學的 我們一直把領導跟被領導分開來看 只有孔明 領導就是被領導 被領導就是領導 他這方面的藝術非常之高 其實大家只要仔細想一想 到底是 誰在領導誰 我問你 你叫一部計程車 你一舉手就把他囊住了 你在領導 可是坐上去 誰在領導 他在領導 你可以試嘛 對不對 你坐上去 司機先問你 要怎麼走 他先問你要怎麼走啊 你說我要到哪裡 他就問你要怎麼走 看你怎麼回答 就知道他要怎麼開嗎 你說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要到哪裡就好了 那你就慘了 他就兜大圈子 因為你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樣錢賺得多一點 所以你不要跟司機開玩笑 因為他是標準中國人 我們還不是 因為我們讀了很多洋視以後 我們已經半個中國人了 你半個中國人碰到一個 純正的中國人 你非死不可能 我又是搭計程車 我要去一個地方 我南下 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知道了 去幾十次了 那我就放心了 就坐上去了 結果他搞半天 進去出來找不到 找不到你怎麼 你說你不是很熟嗎 他說我當然熟 我怎麼不熟 變得一塌糊塗啊 我怎麼知道變那麼怪 你說得過他都不相信 最後搞了大概五六次 終於找到什麼 你看就在這裡嗎 當然在這裡啊 最後找到當然在這裡啊 後面我就在看他怎麼給我收錢 對不對 我先問啊 你知道啊 我上來你搞定不知道 我就問他 你要收多少錢 他厲害了 他說先生 你說呢 他要我說 你看這個厲害吧 我再說一遍呢 受教育的人 其實都是半個中國人 那些沒有受教育 才是純正的中國人 你永遠搞不過他 他思想之靈活 那個辯解 你要好好去考驗考驗 到底是劉備在領導徐原職 還是徐原職在領導劉備 你看徐原職後來被曹操騙回去以後 曹操又派他來看看 到底劉備正能中有什麼改變 徐原職有機會回到劉備這裡來 他到底可以留下來 他不留 他不留 他是聰明人 為什麼不留 為什麼 因為他很了解劉備 劉備這個人是很死心眼的人 他重用一個人就重用一個人 別人根本就不管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個性 你看後來龐統來了 他根本不當一回事 他不當一回事 劉備沒有辦法同時用很多人幹的人 他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那一段 我們等等會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他跟孔明好像有點 不是很密切關係 就是因為出現了法陣 出現了龐統以後 他就分心了 徐原職在領導劉備 所以領導他好好去找諸葛亮 你如果看懂這個你就知道 徐原職是了不起的人 一般人 我得到這個好缺的話 我就不把我的好朋友引進來 我不要 因為怕他搶了我的棺材 徐原職他告訴他 你去找孔明 他比我還能幹 你找他沒有錯 我們現在也很少碰到這麼 謙虛而且度量很大的人 很少 其實我們讀三個原諭 我們讀出當時的人 的確有美德 他們是靠美德 來支撐自己的性命 我們現在是為前 完全是為前 我們沒有什麼美德的觀念 你看最近我們把很多 考核啊考試都把品德這一欄取消掉 這是糟糕的很 台灣現在什麼都不缺 只缺良心 什麼都不缺 我們窮到只剩下錢 另外一句話 我們富有道就是沒有良心 這兩句話是相對的 過年可以寫一個對年 三個茅座就是被領導的領導 一個最高的藝術 你看像孔明這麼稍有名氣的人在當時很多 在當時很多 我意在說 時時刻刻都有很多的孔明 很多 但是呢 有誰能夠像孔明一樣 在最短的時間 把最精要的東西說出來 一般人在那湖扯 扯半天 等客人走了才知道 糟糕了 要緊都沒有說 我們經常這樣 見面長長的搞來搞去搞來搞去 那他走了你才知道 要緊的話都沒有說 今天說那些不必要的話 要記住 人生是很短處的 機會是很難得的 稍微一輕鬆的放過去 你就永遠不能回頭 我們先把重要的事情做了 有時間才去做那些什麼 娛樂啦 放鬆自己的 那個根本 中國人本來就沒有壓力 為什麼要放鬆 很奇怪 西方那時候有壓力才需要放鬆 我們有什麼壓力 我不曉得有什麼壓力 我們的古聖先祥 給我們一個完全沒有壓力的生活 我們不會享受 孔明 他最了不起的就是 實事求是 他沒有在那裡搞笑 如果孔明搞笑 劉備被他嚇壞了 就跑啊 那張輝就放火把他家燒掉了 然後這樣碰到張輝啊 你你 拿他都沒辦法的 沒什麼辦法 對不對 你看第一次 劉備要去的時候 他們兩兄弟很忍耐 你大哥要去 我們一定陪你 第二次 但是 劉備要去的時候 張輝就很不高興 你要去 我去就好了 你去幹什麼 劉備說你怎麼去 我哪個繩子把他綁回來呢 這個劉備心裡想你綁回來綁回來 他會為我所用嗎 第三次連關公都不太高興 他那個吹牛的人 你上當了 一個年輕人懂什麼呢 值得你這樣委屈嗎 但是劉備還是告訴他 你不要壞了我這個大哥的事 所以那個整個的過程 所以那個整個的過程 是扣人心弦 其實 龍中對策 不是孔明的專利 我再說一遍 一個人 過分特殊 你是沒有辦法實踐的 沒有 又取高一定掛下 幸好老天安排的魯術 沒有魯術 他要連東吳都連不成 魯術一看到曹操要打過來 他就很替孫全召集 他說我們自己去打 打不過了 不如我們去連劉備 那個孔明本來是要去求孫吳的 現在突然間發現 魯術自己過來 魯術過來 魯術過來 絕對沒有開門見山 就說我來幹什麼沒有 他是假借 我來吊上 我來吊上 那孔明就知道吊上是藉口 真正來探我們的虚實是真 真正要求我們兩個聯合起來 是他的本意 所以他就假裝不懂 假裝不知道 我想所謂領導跟被領導就是說 以其你領導不如你裝成 被人家領導你會更愉快 更順利 你要處處都主動嗎 不需要 一個人該主動的時候要主動 能夠被動盡量被動 你看中文要當官的人從來沒有說我要當什麼官 沒有 人家問你你想不想當 我不想 我不想 然後說上面有沒有一個爭取你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當上了 最近大家有看到有一個人說如果請我的我一定當 就沒有了 你那麼急啊 那你上來還得了 中國社會專門不給那個想當官的人當 傳聞給那個不要不要不要給人當 所以你還有什麼企圖心 你要什麼企圖心 西方是有企圖心的 中國誰有企圖心 你就倒楣 企圖心就等於野心 人有野心你就曝露出來 那誰不敢用你 魯述 魯述 其實魯述被三個原意描述的好像說笨笨的 其實不是 他是非常聪明的 聪明到會專笨的人才是真聪明 聪明到被人家一看你就很聪明的人 他完全不聪明 那叫精明 這就很重要 凡是聪明外露 一眼就讓人家看出來你很聪明的人 那是最吃虧的人 周玉 魯述 其實跟孔明都有同樣的看法 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 三角形的兩邊加起來一定大於斜邊 五一的一條路就是 東吳跟 劉備 聯合起來共同對抗 曹操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路 但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只有孔明知道 只不過呢 劉備他是第一次聽到 他從來沒有聽到人家講這種話 這就叫做因緣 這就叫做緣分 要珍惜 劉備聽不聽得懂 是劉備自己的福分 劉備如果連這個話都聽不懂 那我想孔明也不值得下來 他也不會下來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 談到一點說 做一個領導 你講的話 到底要不要講到大家都懂 我覺得沒有必要 有一句話 古人寫書 是寫給看得懂的人看的 不是寫給看不懂的人看的 你看古人的書啊 你某人一看完全看不懂 等到你修煉到那個地步 你看很清楚 就很清楚 他就是留下很多空白的 讓你去醒悟 他不斷地留悟 你領悟到哪裡 你就看懂到哪裡 如果什麼事情寫到大家都懂 那就 沒有那種彈性應變的 一個可能 西方的書就寫到大家都懂 所以他就完全沒有彈性 中文他留下很多空隙 留下很大的彈性 你才可以隨時應變 領導 領導者 以無形 這個現在叫做線上管理 大家都知道英文那句話 How to handle your boss 你怎麼樣去領導你的老闆 但這種話在中國最好不要說 我不相信大家敢買一本書 然後就放著你桌上 如何管理老闆 你試試看 老闆就請你 無心休假 而且修到公元2350年 根本就他不要你了 向上管理 這一定要無形的 他不知不覺當中 他接受你的領導 而不是你擺明的要去領導他 口明就是不知不覺的 他領導所有的人 他甚至領導了曹操 領導了孫全 他的那個影響力是無限的擴大 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老講啊 孔明進入 劉備集團的時候 他沒有給他什麼安排什麼職位 這也是劉備很謹慎的 那我想也是來自 關公跟張輝的壓力 他心裡想 我們才是 結拜兄弟 他算老幾 所以他只是劉備的私人顧問而已 那後來讓他有好的表現 才正式稱他為軍師 我想這也是目前 我們很可以學的一招 你懂事想看中誰 什麼看中誰 你就先請來當你私人的顧問 然後看看有什麼好表現 大家都能接受說 你才給他一個 大家都認為很合適的指稱 這就順理成章 孔明他第一時間 就講最要錢的話 各位要記住 這是孔明一個很詐的轉折點 孔明沒有答應以前 他是平起平坐 因為我不一定要吃你的飯 我幹嘛委屈自己 可是當孔明決定要下山追隨劉備的時候 他跪下來 稱劉備為主公 從此以後他謹守他的本分 因為是你自己承諾的 沒有人強迫你 他從此就扮演好一個城下的角色 沒有亂過 所以他一下來去問劉備 如果我們這裡守不住 我們還退到哪裡 當然劉備那個時候已經 到處跑 跑到最後已經沒有路可走了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劉備最討厭的是曹操 最後被迫的走投屋路 還去投曹操 還投到曹操 然後想辦法逃出來 再也不敢去了 他依靠哪裡 那個地方就倒 那個地方就出問題 那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他這一問 就問中劉備的心坎 當然孔明沒有講說 主公啊 你現在已經無路可走了 你還是聽我的 我給你留個餘地 這樣走的話 那老闆說你明天開始無心休假 人講話 稍微拐彎抹角一點 對方才聽得進去 單刀直路 開口就說直話 其實是死路一條 所以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說 要說實話 說真話 有話就說 其實都是錯誤 他說請問主公 萬一這裡鎖不住 我們要去哪裡 我才知道怎麼準備 一問就問到 劉備、牙口而言 天下之大無處可走 這個時候孔明跟他講 到湖南去最好 他就很穩定 很多釘 那孔明不但這麼說 他已經把這個出入都安排好了 我今天講一句很重要的信息 可明的一生 他先做後說 你看劉表啊 有兩個小孩 也是明爭暗鬥 那都是權利 利益的糾葛 長子是被欺負的 那長子就來求劉備說 我的父母啊 跟他們一家人都想害我 你要救我 劉備說 這是你們家裡的事 我不能管 但是劉備 也很高明 他說你請教孔明叔叔好了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孔明有能力應付這些人 孔明說 其實你家務叔 我不能管 然後他就被劉齊領導他 因為劉齊就開始動腦筋 你不方便 我要讓你方便 然後他就請他到二樓 把樓梯拿走 他告訴他 現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根本沒有第三者 你講話只盡我耳朵 你就告訴我怎麼辦 孔明還是沒有說 只是告訴他一個故事 用暗示他 你出走你就有命 你留在家就死路一條 他就聽懂了 意思就是要他去江夏 將來他們退路就在哪裡 孔明沒有明說 你現在去江夏 將來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 去投奔 你都不要我不要我 我養你們 養不了 沒有 非常巧妙的把後路安排好 然後才來問劉備 怎麼辦 那告訴他 那邊已經有條路 你想這樣好的一個幕僚長 劉備怎麼不服他 一個人不要要求人家扶你 要做到人家對你沒有話講 這個沒有話講 這四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老闆做到幹部沒有話講 幹部做到老闆沒有話講 那還有什麼話講 那就沒有話講了 你真的沒有話講 然後 曹操打荊召的時候 劉表死了 他的小兒子 劉中 劉重 就什麼 投降 那這個時候啊 劉備被打得不成樣子 然後 唯一的出路 就是 去依靠劉淇 然後魯述過來以後 才完成他的初步 跟東吳連起來 一起去對抗 然後就後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叫赤壁之戰 大家聽到這裡有沒有發現 劉備一生最大的恩人是誰 是曹操 沒有曹操 劉備什麼都沒有 但是劉備專門打曹操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劉備沒有得到曹操的引荐 他哪裡當得上皇叔呢 他當不上呢 他引進漢獻帝呢 所以曹操有他可愛的一面 那為什麼被人家罵得一塌糊塗 這個我們講到 講曹操的時候 我們會分析得很清楚 劉備 他走投污路的時候 曹操就開始要來打江南 才逼得他們兩個聯合 然後就得到盡軸 後來曹操要打漢宗的時候 劉備才得到入川的機會 劉備一生所有的機會 都是曹操給的 但是劉備專門 別人不打 專打曹操一個人 非常有意思 真的非常有意思 值得我們去想 因為這當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他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只看到看得見的部分 是很難了解的 孔明他的身份 現在的話叫做空降部隊 你看他一下山 最先面臨的挑戰是誰 就是關公跟帳匪 他們兩個不賣帳 對不對 劉備沒有碰到孔明以前 他是沒有明確的目標 你看他要幹什麼 像曹操有明確的目標 曹操他是不是要自立為王 我相信大家心智肚明 可是劉備呢 你是要滅曹富汗 那你就鎖定那個目標 是曹操 劉備很明確的目標 有 但是錯誤了 一定打不過他 如果他始終定了這個目標 那就一輩子痛苦 而且一無所成 可能很快就被曹操消滅掉 你要隔聚自雄 像孫全完全是隔聚自雄 孫全一輩子是缺乏遠大的理想 他缺乏 這是他非常可惜的 他碰到人都想叫他守守 守住就好 本來他也很有機會的 那劉備剩下一條路 他敢不敢自立建国呢 他不敢 那這一點我們必要說明一下 在當時 自立建國成功的希望是非常之小 可是劉備碰到孔明以後 他整個不一樣 他要復興漢士 要一統天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人從來沒有講過要統一天下 我們都倒過來講一統天下 這什麼道理 到底一統天下跟統一天下有什麼不同 真的要好好去想一下 一統天下是文化的成果 統一天下是武力的結果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中國比較相信文化的力量 比較不依奈武力戰爭 以色列為什麼 敢明目戰爭去打仗 為什麼 因為他看照實際的 當金融危機起來的話 美國不敢翻援 對不對 他以色列想打 第一個一定想到美國會怎麼樣 他們就研究美國會怎麼樣 一個口袋空空的人會怎麼樣 口袋空空你話也講不出來的 為什麼呢 世界軍才沒有了 自然消失了 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 所以金融危機下面所帶來的更大的危險性 就是很可能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很可能 那很多人沒有想那麼遠 整天在想這些很表面很進程的事情 這是很糟糕的 我問各位 金融危機是好事還是壞事 你如果說還有什麼好事當然是壞事 那你根本就是沒有腦筋的人 答案很簡單 你看他是好事 他對你就是好事 你看他是壞事 他對你一定是壞事 看你怎麼看 你看金融海嘯又造成財富的重新分配 很多人以前一憑如雪這次起來得到機會 這次都是高科技的 崩下 哭啊 以前拿小提琴的 對不對 你想為什麼會這樣 你要去想想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那些東西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你看以後大家會買新電腦嗎 我用舊的就好 我幹嘛買新電腦 那新電腦一個也賣不出去的時候你就完了 美國現在隨便換新車 除非腦筋壞掉的人 所以美國他是計劃 要生產多少他就按照訂單去計劃了 現在滿山滿谷的汽車消不掉 然後又從日本進口的汽車 滿個港口都市汽車 所以從人造衛星除了看到長情以外 只看到美國的汽車 所以現在價格已經掉到 買一部送一部 買壞的送好的 你看糟糕不著 讀歷史 不要記死人的名字 不要記過去的地名 不要記毫無意義的年代 要懂得其中的道理 曹操是不可以正面跟他衝突的 這一句話是典型的劉備 到底誰在領導誰 你這裡可以看出來 形式上他接受劉備的領導 事實上他完全在領導劉備 他定下來的一個策略 叫年無看朝 永遠不能改變 一改變 曹操那邊就得利 後來就是劉備改變的這個策略 所以很快俗國就亡了 我這裡講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一個人所講的話 要經得起後面的不斷的嚴格的考驗 如果講完了以後 三五年就這麼亂講 那你就整個完了 孔明終其一生 他所看的東西 他所提出的策略 沒有一點點錯誤 這才經得起考驗 劉備呢 他不應該講一句話 他說我得到孔明以後 如以得水 這句話就增加孔明很大的難度 因為最不服氣的就是張徽 所以後來曹操要來打了 張徽就說 大哥啊 要打仗呢 誰去打 劉備說當然你們兩個去打 我們兩個去打 找你的水去打吧 那水來了當然水去打 他們兩個很討厭 劉備講如意得水這句話 我再一次說明 地位越高的人 越不能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你沒有這個權利 沒有這個資格 因為你會傷害人家的感情 以道領導 比以素領導 是要高明的 口明就是用道來領導 所以沒有高低 在道的前面 無所謂長官部署 在道的前面 無所謂尊貴貧賤 無所謂 但是素就不一樣 素就有高低就有利害 然後所看的就是不深入 可是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在講素 很少人能夠接觸到道的層次 口明擅任三把火燒得非常精彩 就奠定了他領導的基礎 你看火燒博望波 就是他第一個戰役 照理說曹操來打的時候 他們就很慌張 怎麼辦 口明就跟劉備講 你的心胸有多寬 我就有多大的策略 意思是你越用我 我就表現得越讓你可靠 你越不相信我 那我也沒辦法 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官公跟張輝是一臉不服 他叫官公聽令 然後說你把博望波的 形勢向官公報告 官公根本就不聽 大概講了半天 他說官將軍 你聽到的地形地物沒有 他說聽到了 有山有水 你講來講去去有山有水嗎 還有什麼嗎 世界上除了山水魚還有什麼 如果有風 他根本就不甩你 你跟我講什麼 你還找的 然後最後叫到張輝 他半天都不肯去 心裡想你還有資格叫我張輝嗎 口明是這樣吃盡苦頭的 其實這一點我們講起來是劉備不對的 劉備沒有事先做好溝通的工作 就讓他冒然出陣了 那要不是他壓得住的話 別人是完蛋了 然後第一次火燒 燒的這個官公跟張輝 口服心服 第二次曹操又來了 因為口明一下算到 我把他打得越慘 他來了又快 因為曹操不能沒有面子 來了什麼 大家就看了你第二把火燒什麼 他說再燒一次 那所有人都不服 燒一次人就怕你 你還有機會燒第二次 再燒一次 然後用不同的燒法 果然把曹人 燒得難被不堪 結果就把曹操激怒起來 曹操一激怒 口明就得到很好的機會 有時候要讓敵人順 有時候要讓敵人膩 完全是口明一手在操縱 這個才是高明的領導 不但領導自己 不但領導家庭 不但領導自己的公司 不但領導自己的社會 還要領導到全世界去 所以這種領導 只有一句話講完了 把領導跟被領導合起來想 不要分開來看 今天我們放眼天下 很難得有人做到這樣的地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